日本獨立遊戲展 日本獨立遊戲展已經告一段落 整個節目好長,環節好多 不要緊,讓我來為大家推介當中15款值得留意的作品 不過在開始之前說一說 今次遊戲展的Live表演好正 特別是第二天3小時44分06秒 那一段Undertale的神曲真是好好聽 絕對要聽聽 另外今次展覽全部XBOX遊戲的列表和Trailer 我已經放在文章版 詳細就可以看文章版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開播 首先介紹五款已發售遊戲 第一款是永恆空間2 是一個預定2023年會登錄主機遊戲 令我想起當年的神作Freelancer 這作品是人氣太空戰鬥遊戲的續作 是一款快節奏的單人太空射機遊戲 實際是精神時光屋 因為它有大量的支線任務 可以不斷探索、打保 亦都可以建立獨一模擬的太空船 還要有繁衷支援 更加重要是它的畫面、光影 很配合到玩家對太空的嚮往 加上本作、設計、場景很優秀 令這作品有紮實的內容之餘 亦有好好的視覺和遊玩體驗 期待在主機上盡快玩到 下一款 Get a Grab Trip and a Body Bus 我咬字已經不好了 還要給這樣的名字 這作品是平面冒險遊戲 你要發生成身體的一份子 利用各種白血球朋友 解決身上的病毒和害蟲 可以在身體各部分穿梭 亦都可以收集各種白血球 在遊戲機制上 亦都會用到獨特的鉗 亦都要面對不同病毒的BOSS 但我想吐槽一下 為何人家的細胞是這樣的 但我玩遊戲的細胞是這樣的呢? 公平嗎? 下一款 一觸即發 建築與破壞 你有壓力 但我沒有壓力 因為我有玩這款遊戲 在這遊戲 你要先建造自己的攻擊機器 遊戲會為你提供角色的零件和推進器 但創意 思考就要玩家自己扔下去了 之後就是測試一下 究竟你的成品可不可以破壞目標呢? 聽上去 是不是覺得跟Game Pass的B-side很相似? 但這作品有一個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破壞效果 超級氣勢磅 你真是看上去 它那個破壞的畫面 那種唱法那種爽 真是好減壓 特別這隻作品 還可以讓你控制它的快慢動作 去重現一下破壞 怕你不夠氣 還讓你弄上GIF檔來分享出去 但這隻作品優化一般的 在後期關卡又擊光又破壞 不然你的電腦應該都會很厲害 下一款 變色 一樣不是新作品 流程很短 大概只有1至1個半鐘 但就是一款回歸遊戲初心的作品 現代遊戲很多時有很多區域 任務 人物 流程 畫面越來越漂亮 色彩越來越豐富 但遊戲本身最重要的樂趣 究竟多了還是少了呢? 這隻作品又總令人找回當初喜歡遊戲的感覺 簡單但需要觀察的謎題 一步一步找回色彩之後所構成的畫面 還要有一個好好聽的音樂 令這隻作品氣氛相當好 很適合你休息的時候去玩 性價比方面就自己想了 最後一款已發售遊戲 就是《一個平凡的故事》 這隻一樣不是新作品 但既然出現在展示會 我就真的不可以不介紹 它是一個淡淡的回味人生之旅 它豐富的色彩 動人的畫面 加上配合劇情的音樂 是你可以深深感受到主角一身的起伏 是用文字表達不到那種感覺 講到劇情 這隻作品更加是沒有任何龐白 單純用畫面、顏色去表達 但不會令你難以理解 因為這種部分的留白 反而更加令到你去深思主角的一身 可以快速改變時間和季節 亦都可以雙人同行 這是一款類近藝術品的作品 極力推介 講完一些發售組的作品 那就到接下來即將發售的遊戲 第一款 泊車 泊車一直都是很多駕駛新手 難以面對的高深學問 但是這款遊戲 你想泊車 首先你要過五關斬六將 飛過一堆陷阱火箭 避過一些瘋狂駕駛的車輛 古惑又難以察覺到的地雷陣 臨到泊車位還要有加速器 一踢你到牆 終於你去到泊車位 有沒有發覺 原來平時泊車是多麼容易 多麼幸福呢? 下一款作品 十三月的雙子公主 雖然它是遊戲展的推介陣容 但完全沒有實機畫面 製作組反而有很多實力派 包括劇本、音樂 都有女神轉身的班底負責 美術、策畫更是由日本知名的畫師 Arguchu去負責 本質上它是一個視覺小說遊戲 以童話、碎尾人作為難本 再重新編寫整個黑暗故事 日語配音更是強大到不得了 由主角到路人全部都是有名氣的聲優 例如主角的魔物貓就是蛇叔 大波士更是首宗葛幹 希望到時會有設定集可以收藏收藏 下一款 傑地覺醒 是一款第一人稱的冒險罪事遊戲 設定就在近未來的地球北極 講述主角在一次例行公事裡 意外失事和工友失散 就要在荒野用盡智慧和勇氣前進 亦都要小心暗藏的黑暗 因為主角會失事 擺明就是一些生物去導致 在極地求生、怕寂寞 不要緊會有小機械人陪伴你 這隻作品最期待的就是北極的景觀 這隻作品強調環境、天氣會不斷變化 即是很美的風景都會不斷變化 想想都興奮 希望後續會追加繁中的字幕 整個星期流流長不想上班? 那就發生了一隻大怪獸破壞所有東西 下一隻作品巨擊大亂鬥 它繼承了怪獸大亂鬥的特色 再加上一些特攝元素 可以利用角色的巨獸 無論是怪獸、超人、機械人 都可以任由玩家使用 使出獨一無二的必殺技 在世界各地的都市盡情破壞 盡情KO對手 這隻作品支援四人大亂鬥 亦有二人組隊 亦可以故事模式 還要有繁中 值得給個讚 Family Battle 是一個超級英雄家庭的內戰 2V2的第三人稱動作競技遊戲 隊伍內會分為攻擊者和支援者 攻擊者要用近戰和技能奪取勝利 而支援者就要用一些無傷害的遠距離攻擊和技能 為攻擊者帶來勝利的機會 玩法特別 亦在動作的質素和流暢度都很好 特技更爽快和緊湊 應該會是一隻很趕球合作和戰略的遊戲 應該是會幾好玩的 再下一款 就是今次展覽應該是最多人期待的一款 就是幻獸柏爾 那不是新公佈的作品 感覺有點像創世樂土和Pokemon的感覺 畫面流暢到不可思議 主要玩法都是圍繞著魔物 可以利用他們去做建築、戰鬥 還可以騎著他們做坦克推進 他們還懂得用隔靈技幻牆 心想我玩什麼 但主角都不是廢 他一時拿著AK47 一時拿著散彈槍 完全不是那種小精靈遊戲一般有的風格 相當現代化 但要有精靈可以用 那你首先都要捕捉到 在TRAILER裡面更加是毫不留情 見到主角一野偶落那些精靈的頭到 還要一下弓箭直接爆頭了一隻鹿 整隻飛走了 感覺都好痛 我們真是說一隻小精靈遊戲 這隻遊戲畫面流暢度都吸引 但有創世樂土這隻作品作為前例 我覺得都值得觀望一下後續的遊戲內容夠不夠 例如小精靈的數量 又或者會不會在TRAILER裡面 最後真的好像有一個小精靈的戰鬥大會 那麼多些不同的玩法呢? 期待的 亦都在開發人員的口中得知這隻是次世代的遊戲 所以都有不少的機會是會有主機的版本 下一款 Gumail怪物 是不是覺得畫風熟口熟臉呢? 其實它是人氣派對混戰遊戲 Gumail格鬥家的續作 這間工作室還有一個鮮為人知 但造福了很多很多玩家的功績 就是萊莎的工房裡面 女主角萊莎的模型就是他們做的了 這隻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滿滿的聲優陣容 有野上場 鳳田里香子 還有吐槽皇帝我們的阿銀 參田之和 玩家還可以利用聲優的聲線 自定義系統的聲音 本質是一個1V3的非對稱型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畫風都是一些3D可愛卡通風 亦都有豐富的自定義元素 三個獵人就要聯手對抗一名怪獸玩家 獵人可以利用角色的武器 而怪獸就可以利用各種特技 包括死亡光線和放大自己 那限時如果消滅不了對方 就會是怪獸方的勝利 看來到時會有那種瀑菱菱的玩法 什麼什麼 剛才那款作品沒有Export 不滿意 不要緊 最後的最後 我們一次來看三款 一樣都是有上Export的作品 倒數第三款 Amwalker 一個平面戰場 四個小到斗一樣的玩家 隨機出現的武器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直接 來互相傷害 這個作品除了有不同的武器 還可以利用各種神操作 例如彈場跳、掛繩、轉彎等等 加上每個戰場都有不同的設計 和有不同的物理效果 令到每一局遊戲都有變化 這個遊戲最適合整班朋友一起玩 找回簡簡單單 你打我我咬你的感覺 嫌上面這款太過平實 你是友善boy 不喜歡互相傷害? 不要緊 那一起槍口對外 大殺四方 瘋狂寵物Show 是一個支援四人合作 的第三人稱動作遊戲 用各種強大的武器 擊敗一波又一波的敵人 但既然大家不想這麼平實 這個作品都不跟你客氣 直接爆頭、脫眼、穿牆破肚 沒有一樣東西是沒有的 就怕你不夠重口味 甚至乎你可以跟朋友 互相搶武器 結果又是互相傷害 這遊戲根本就是 HAPPY CHI FANS的遊戲版 可以整班朋友一起打BOSS 還要有繁衷 真的相當值得期待 壓軸那款當然就是一隻 Day 1 Game Pass的作品 就是五夜格鬥快打 這作品之前已經公佈了是Day 1 Game Pass 發行商就當然是Game Pass的好朋友 Humbo Game 這隻是一隻節奏相當明快的動作遊戲 但不是那些一板一眼 有著各種固定招式的遊戲 而是玩家需要不斷移動 找武器、利用環境 打贏一波又一波的敵人 上一秒你還可能對著敵人打了幾拳 下一秒你就可能即時拿起人身從內槍 一踢下去 快節奏加上善用環境 打擊感亦都很不錯 還要有相當多不同的場景 酒吧、高速列車、甚至乎廁所 你給我一部電腦 我簡直可以做湯告老師 雖然應該會相當有難度 但都是期待在遊戲中 可以利用各種奇怪的造型 享受快速戰鬥帶來的快感 這款作品就會在2022年暑假即即將推出 大家就好好期待 今次日本遊戲展 其實還有很多出色的作品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 都可以看文章版詳細的列表 一句遊戲展 不夠皮 不緊要 我們6月13號還有一個XBOX遊戲展 到時一樣一完結 我就會用最快的時間去製作影片 和大家看一下當中值得留意的遊戲 製作影片不容易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記得comment、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開啟場才看 這個很重要 因為Youtube的推介影片很多 真是很容易就蓋過了一些訂閱頻道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幫幫忙開啟場才看 今期的日本獨立遊戲展整理就到這裏了 就這樣先 拜拜